勸龍主場對上富邦漢將 兩隊分別派出 剛龍跟江國豪進行土洋對決 結果昨天才跟同一世上演第一比分比賽的龍隊 今天比賽前半段又跟漢將來一場投手戰 前四局雙方雖然都有辦法敲出安打上雷 但就是沒有辦法 越雷持一步 而這樣的0比0平手僵局一直來到五局上半 由漢將打線率先打破 高國會安打上雷帶頭 張靜德在補上深遠長大 面對二 三壘有拋著的危機 剛龍發勝 要命爆偷 就算後續順利三陣拿下第三個出局數 仍然讓漢將率先搶下本場比賽低分 如果龍主打現在六局下有所回應 而且這反擊超級猛 郭天信稱聘傑連續長打打打打分數追皮納 接著李凱威跟曾傳生連續安打串聯 不只幫助龍隊逆轉超車 也把江國豪打退場休息 但漢將換上來的歐書城 不但沒有辦法止血 還讓龍隊把傷口打得越來越深 連續兩隻安打又進仗三分之後 劉激鴻這一棒更是要來個重傷害 左外野的三番炮 個人本季第四轟出爐 也讓他暫時獨居聯盟全力打王 並且幫助衛權一口氣吃下九分大局 六局打王取得九比一的領先 這下衛權投手群也吃下定心丸 跟鋼龍六局11分攪出優質先發退場之後 接替登板的趙景榮王耀玲還有林毅達跟李超 就算一度面臨得點圈 甚至滿壘的十分危機 但只有在七局上掉了一分而已 最後衛權龍便在投打居家的發揮之下 九比二恰恰勝利 我來期待綜合報導